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外面吃过牛肉面的人都晓得 看似满满一碗的面条 牛肉却只有那么凉凉凉三桶 说桃其实是有点夸张了 说肉丁更为合适 那种切得比脂还薄的西北牛肉面 就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红烧牛肉面 先煮红烧牛肉 再煮面 首先是把牛肉穿水和改刀 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 可能眼前的朋友发现这是上期的素材 是的 牛肉买的有点多 上次煮清炖牛肉用了一部分 今天又卖了点回来 跟上次剩下的牛肉一起 来煮一个红烧牛肉 可以放在冰箱 吃面的时候就浇上几勺 想想都溜口水 准备点香料 大锅 桂皮 撇破了的炒锅 让香叶 销灰 白口 那几个散烂 少来的别者 香料准备差不多了 放水 把它泡起来 抓一抓 稍稍清洗一下 生姜一小块 切成毛条黄油 大小准备少许 撇破几个 再备点葱短 准备点干海角 花椒 边上少许花椒 让它轮实 起锅 烧热 下油 化锅 投入一把葱叶 这一步先把油亮一点 使其有一股葱香味 注意是销火慢慢清炸 很多人都把葱叶子丢了 其实在厨师眼前 这些都是可以移用的食材 等到葱叶完全炸干了 就捞出残杖 下姜葱蒜 新鲜豆瓣 一起炒香 炒出葱叶 把香料里干水分 倒入锅中 继续用小火炒干水汽 炒出香味来 把花椒海椒倒进来 继续翻炒薯味 勾上一勺江湖菜地料 这个是自己做的 不灰的小伙伴 用火锅地料代替 因为地料是已经炒香过的 只需要同前面先炒的地料 就抹在一起 就灰了 不需要炒得太久 把牛肉倒入锅中 面上半炒花雕 大火开始翻炒清 这步估计要炒个五六分钟 要把水起炒干 冰炒出牛肉的香味来 准备一口高压锅 把牛肉倒入高压锅中 面上一瓶啤酒 再加入适量清水 再加入适量清水 让牛肉完全浸泡到水里 够少许红烧酱油 盐别打胡椒面 生抽一起搅拌均匀 盖上锅盖 大火烧至上齐 转小火 压15-20分钟 解开锅盖 倒出压好的牛肉 根据口味 调入盐 鸡精尾精 推匀后 中大火烧四分钟 把汤子收一下 用辣鲜炉的 在七锅前勾点辣鲜 味道就更加巴适了 没得得就算了 好 起锅 把烧好的牛肉装到大碗中 今天这个红烧牛肉呢 是专门用于面条或者盖焦饭的 所以汤子比较多 像煮成菜也可以 加点萝卜 土豆进去 再把汤子收一下就要得了 味道一样巴适 这个牛肉已经烧好了 现在给面条打了 面碗中将要烧去的姜酸水 盐 味精 胡椒面 花椒面 生抽 香油 红油 如果是小面 还要加点猪油进来 牛肉面就不用了 撒上一把葱花 就差不多可以了 锅中将是点清水 注意 下棉条的水要宽 棉条做了才不会混汤 口感才比较清爽 锅中水开了就要下棉条 吃好多 下好多 不要浪费 棉条下过了 就要用筷子 筷水浇散 以防止粘在一起 今天卖的这个棉条有点粗 需要点三到四次的水 平时的洗棉 一般一到两次就可以了 但这个根基实际情况呢 把面汤倒入碗中 葱山调料 接着把面条调入碗中 加上上上好的牛肉 香吃好多就弄好多 不用客气 再放上点香菜 一是点准二是真香 来 开饭 喜欢的便在这次 不喜欢的就当你别漂亮 特别说明哈 今天这个做法 只适合家庭 商业用户就算了 不是味道的原因 而是声音越好 湿地越差 我担心你破产了那种 不说了 啰嗦老板开 面条要趁热吃 不然面脱了 我是厨子 下期见 吃起来 咯